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发出议论 粉丝们便蜂拥而上 点赞评论转发一条龙 公知的议论并没有什么新意 无非是美国先进 中国乐后 华盛顿伟大 毛泽东吐气 还有什么德国有纸包 日本夏令营之类的玩意儿 总之 中国做什么都要反思 而且公知们不好好说话 中国所有的负面新闻都能七拐八拐地绕到毛泽东身上 甚至说起毛岸英 也只能想到一碗蛋炒饭 他们其实就是想通过否定毛泽东 进一步否定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 为跪在美国脚下找到理由 然后做一个快乐的奴隶 然而这样的言论居然能够大行其道 得到数百上千万粉丝的追捧 大有乍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时 谁要是敢为毛泽东证明 绝对被喷的妈都不认识 甚至有人受到过死亡威胁 这绝对不只是公知带节奏的问题 因为公知粉丝都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只有符合他们心意的言论才能得到追捧 也就是说前些年抹黑毛泽东是社会潮流 但是从16年以后 毛泽东的风评逐渐好转 四年过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他的伟大和厉害 大心底里接受了毛泽东 尤其是被社会暴打的年轻人 他们看着各种社会新闻 感受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处境 很容易想起毛泽东的理想 然后做出结论 毛泽东是对的 其实毛泽东没有变 只是时代变了 毛泽东去世不久就被抛弃了 原因也很简单 经历多年艰苦奋斗 上上下下的中国人都感觉不轻踪 大部分人不想跟着他走下去了 他们想换个活法 过好日子 那时候又是改革开放初期 脑子灵活有门路的人 都到沿海城市淘金 成为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没有感受到时代变化的人 也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好处 比如工资涨了 商品丰富了 餐桌上有肉了等等 所有人亲身感受到 日子变好吗 那么谁还想回到 勒紧裤腰带的日子呢 在当时人看来 回到毛泽东时代是回头路 当然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是没错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吗 毛泽东和同志们艰苦奋斗 也是为了将来能改善生活 但是人们不管 以前只有付出没有回报 凭什么 现在有肉吃有遗传 怎么就不是好日子 大家都觉得他太古老了 腿脚不利索了 他的路子已经不能带着中国向前了 于是毛泽东在精神层面被抛弃了 而且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是一片蓝海 不管做什么都能赚到钱 有的去广州深圳逃货 转手迈回内地就是几倍利润 有的开版乡镇企业 迅速成为万元户 有的到农贸市场卖土特产 几年时间就能改新房 广阔市场大有作为 人们只要勤奋努力 就能捡到大碗的钞票 每天都在琢磨怎么赚更多的钱 谁还会想性资和性赦的问题 资和赦能当饭吃吗 不能 那些都是虚的 存折里有存款才是真的 所以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 很多人都没功夫怀念毛泽东 他们甚至会觉得 没有毛泽东才有幸福生活 毛泽东在物质层面又被抛弃了 大家看看80年代的影视和小说 总能感觉到一种反权威 解构现实 调侃崇高的味道 其实就是毛泽东被抛弃的反弹 由于毛泽东讲究公有制和社会主义 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其实就是曾经批判的对象 这还能忍 不抹除毛泽东的影响力 他们的钱就花着不踏实 再加上随后的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在意识形态上 被西方国家打得结起败退 而要瓦解中国的意识形态 首先要磨除毛泽东的影响力 于是中国消解了毛泽东存在的土壤 就遇到内外加工 所以他被抹黑几十年 但是几十年后 时代变了 经过多年发展经济 大部分领域的红利都被吃紧 以前那种只要做生意 就能赚钱的时代彻底过去了 比如八十年代南下逃货 卖回内地就能赚钱 现在还可能吗 别开玩笑了 一屋小商品市场的东西 已经卖到全世界了 还用您去摆摊 比如房子刚市场化的时候 只要有魄力有人气 几个人组一个工程队 就能做房地产 然后开开心心数钞票 万达和碧桂园 不都是从小工程做起来的吗 现在想做房地产 没有海量资金投入 根本参与不进去好吗 就算参与进去又如何 市场早已被瓜分殆尽 新人进去也很难分到一杯羹 到目前为止 中国最后一次造福机会 是移动互联网 字节跳动 美团 滴滴 拼多多 都是趁着这波机会起来的 前几年也是马农最吃香的时候 大概在14到16年的时候 你随便走进一个CBD 随便打开一个新闻网站 都能看到有人在谈论创业 融资 上市 A货B轮等词汇 但是进入2020年 你已经多久没有听到 创业这个词了 反正认识的人 这几年都对创业不抱希望 反而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最好是体制内公务员 不抱希望 说明成功机会不大 也就是说 前几十年一直在做增量 现在中国市场基本饱和 已经进入存量了 存量社会的意思 便是蛋糕很难再做大了 除非技术有重大突破 否则 中国哪知全世界都会被锁死在现阶段的水平 大家仔细想一想 在蛋糕做不大的时代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当然是分配啊 但现状却是蛋糕分配不公 王思聪可以坐着私人飞机到处浪 找一拳嫩模开party 他笑话没有做过飞机的人士沙雕 不会英语的人露伍了 他以为飞机和英语是中国人的标配 真实的中国 是十亿人没做过飞机 十三亿人没有本科学历 六亿人的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可谓是汗的汗死 老的老死 以前听过一句话 你永远不知道中国的富人到底有多富 你也永远不知道中国的穷人到底有多穷 而贫富分化带来的是阶层固化 八九年前的时候 一篇寒门在南出柜子的文章在网上流传 人们看完之后惊喜地发现 原来阶层真的存在 随着市场和技术红利逐渐散去 人们更加体会到 阶层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 可能自己一辈子都不能越生 甚至两三代言都够呛 所以人们对于重新分配财富 以及打破现状的渴望 远远大于以往的任何时候 于是人们重新想起毛泽东 原来毛泽东的理想 正好可以解决现在的困局 人们希望毛泽东回来 向他们大喊一声 将在手跟我走 带着他们再冲一次碉楼 再展一次黄子郎 去碉楼里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 只要贫富分化一直存在 只要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 毛泽东便会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 毛泽东已经不是一个人 而是公平的象征 如果十几年前 问你什么是阶级 你肯定回答不上来 再问你什么是资本家 你也肯定不清楚 因为那个时候 你还感受不到 这两个词的残酷 阶级和资本家 好像只是教科书里 跟巴巴的词汇 根本没什么意义嘛 就算真的存在 也早就在建国初期处理掉了 你去问老师 估计老师也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在最近几年 中国人真实感受到 什么叫做阶级 什么叫做资本家 什么叫做资本的力量 这个过程是从996开始的 马拉老师喊了一嗓子996 还说能996是修来的福报 中国人听着恶心坏了 紧接着刘强东不要兄弟了 其他大厂也要人员优化 这其实和蛋糕做不大 需要精简成本有关系 反正大厂能给足钱 员工也忍了 然而一群土鳖小老板纷纷跟进 嚷嚷着要向大厂学习996 要有狼性精神 要以公司为家 却给不了员工足够的回报 导致员工干死干活3500 老板周末四处浪 换作是你 是什么样的心情 看到老板新买的马沙拉蒂 老板娘新买的限量款包包 是不是有一种热了狗的心情 这些都是你给他们买的呀 这个时候就能深深的体会到 什么叫做压榨剩余价值的资本家 以前教科书上的名词 现在真的出现了 而且不论大厂或者小公司 996几乎完全占用了 员工的剩余时间 结果就是 员工每天下班 累成死狗 根本没时间读书充电 而工作以外的读书充电 才是一个成年人 成长进步的机会 要是不能成长进步 哪怕在996的努力工作 也只能成为一个熟练工 比如打音员做一辈子 还是打音员 马农写一辈子代码 还是马农 除了少数人以外 大部分员工 都是在固定岗位上连周转 几乎看不到 改变人生轨迹的可能 那么在遇到裁员下岗的时候 员工用什么来抵御风险 如何找到另一份不同的工作 这些事情 公司是不会给员工考虑的 结果每个员工都活成 被压榨的工具人 这个时候就能体会到 什么叫做资本的力量 经过多年被社会暴打 人们逐渐意识到 资本和人民是存在阶级的 而两个阶级之间又是不公平的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土壤 人们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想在资本面前提高地位 唯一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 而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 就是毛泽东 所以你会看到 这几年中国社会整体向左转 曾经被达到批授的社会主义又回来了 喜欢毛泽东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这就是民心 民心如水 兜兜转转 又回到毛泽东这里 前面说的是国内社会 其实毛泽东重新受到欢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美国打压中国 前些年中国和美国关系不错 很多人说中美是夫妻关系 永远不可能脱钩 甚至还埋怨毛泽东派兵入朝 耽误了中国坐美国的车 直到中国有了崛起的迹象 美国不愿看到中国出来抢蛋糕 于是从贸易战开始 对中国进行全方面打压 这个时候人们才回过神来 哦 原来美国人不安好心啊 他们重新审视毛泽东 发现毛泽东竟然有一套 对付美国的方法 比如支持美国黑人运动 毛泽东发表声明 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 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 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 而是整个被压迫被剥削的美国人民 反对总断资产阶级 残暴统治的新号角 比如面对美国打压 毛泽东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他明明白白告诉中国人 只有组织起来和美国斗争 并且取得最后的胜利 才有希望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打交道 除此之外 毛泽东还有对美国资本家的精辟分析 连苏抗美的经典案例 利用时间差 稳住台湾的金门炮战等等 每次特朗普出来搞事情 热心的吃瓜群众 就会把毛泽东请出来 然后用毛泽东的经验 分析现在的事情 尤其是那句 要打多久 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 过去是由杜鲁门 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 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 由他们去决定 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 就打多久 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看看多提气 在中美博弈的节骨眼上 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 以前吃肉的时候 想不起毛泽东 现在美国来抢肉了 才发现还是毛泽东厉害 对毛泽东的评价 经历了正反正的过程 他在世的时候 经常说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要保持社会主义 可是人们不理解 因为全国都是公有制 工人和农民已经被解放了 还斗什么争啊 你老人家不是吃饱撑的吗 把斗争的功夫用来发展经济 好好过日子不行吗 虽然人们依然对他很崇敬 但总觉得经常斗争有点不对 其实就是革命者 消灭社会不平等以后 革命者赖以生存的土壤 也随之消失了 所以毛泽东去世以后 人们就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 迅速把他抛之脑后 以前不让做的事情 必须全做一遍 才觉得满足 等到几十年过去 曾经的矛盾和怨气 释放的差不多了 回过头来再看 居然发现毛泽东的预言全中了 这时候才把毛泽东 重新请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像家长教育孩子 你得好好学习啊 要不然以后没工作 但是孩子根本听不进去 还要反过来怼家长 放你的心吧 我不读大学 也能混得很好 不信十年后再看 真到十年后 孩子经历过社会报答 才发现家长是对的 因为孩子什么都没经历过 根本不懂家长话语里的意思 哪怕全都听进耳朵里 也不会感同身受 只有等孩子有了社会阅历 才能明白世界是什么样子 对一些道理 有的深刻理解 或经历反叛的过程 家长说破大天都没用 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 也是这个意思 当初毛泽东苦口婆心的说 结果没人听 直到如今经历了社会报答 人们才终于理解 什么是贫富分化 什么是阶级 什么是资本家 这个时候 人们才会想起毛泽东 并且重新认识毛泽东 他在矛盾论里说 矛盾是互相转化的 经过七十年的历史进程 毛和顿都转化了一遍 现在又转回来了 从这个方面来看 毛泽东依然是对的 最后用毛泽东的一手 七律结尾吧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今生白骨堆 僧侍于芒 有可训 妖为鬼欲 必成灾 金猴奋起 千军棒 玉语成青 万里哀 今日欢呼 孙大圣 指缘妖物 又重来